大家好,我是博宇,欢迎你来《空中夜谈》 我们今天要来试试三款胡池乌的后切洋芋片 分别是奶菊洋葱、特制蒜香和玉米浓汤口味 首先第一印象是份量比较少 还没吃的份量目测约三分之一 后切洋芋片相较于薄片除了脆以外 还多了点厚实的酥感 采用北海道产酸奶粉的奶菊洋葱口味 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厚的奶香 而使用青森产蒜粉的特制蒜香口味 蒜香也很浓厚 且吃起来有些微辣度 加了北海道玉米粉的北海道 玉米浓汤口味也很香甜 根据谷歌,北海道日照时间长 加上昼夜温差大 所以也生产甜玉米 我本来只知道北海道牛奶 真是吃零食长知识 在三款各吃一片之后 我把三包装在一起 因为一包的容量有点少 实在不太过瘾 看着一袋满满的胡池屋后切 今天的宵夜肯定是一个大满足 以上是今天的胡池屋后切心得 我很喜欢胡池屋洋芋片 也欢迎你留言分享爱吃的洋芋片 以及帮支部影片点赞 喜欢今天的分享 记得订阅哦